更多书请添加微信 HLLX3210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二根创作 头驼渊 小桃红为您播讲的 一面有恒 后期制作 平海临风 第 一千零七十一几 还有偶 没有人能预料到 这偷吹莲子的小乌龟 居然被册封成为了圣皇朝的圣龟 此事匪夷所思的同时 也自然而然的化解了之前的莲子知识 尤其是圣皇临走前 对白小川的册封 更是将这件偷莲知识直接抹去 偏偏众人还说不出什么 此刻眼看圣皇带着喜悦离去 他们在广场上纷纷郁闷 看向白小川时 也都不如以往那样去掩饰什么了 一个个咬牙切齿 毕竟这一次损失的不是圣皇 而是他们 白小川也吸了口气 这一次的逆转 在他看来也是不可思议 如今想来 必定是小乌龟很确定 一旦他出现在圣皇的面前 圣皇必然能认出其身份 从而对他的待遇将截然不同 也正是因此 这小乌龟才胆子极大的偷吃莲子 而之所以喊出与自己的关系 这显然是让自己水涨船高 不过这里还有一些地方 白小川有些疑问 可眼下不是思索之时 不管如何 这一次的莲子危机 总算是化解了 白小川 看了看四周郁闷的圣皇城修士 眨了眨眼后 昂首挺胸 大摇大摆的走了出去 他的身后 那些权贵修士的墓中 都有寒芒 可更多的却是无奈 他们如今已经意识到一个事实 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可以用些手段 去制裁白小川的话 那么现在的白小川随着经历了这些 已经不一样了 尤其是这一次 那小乌龟成为了圣龟 这就等于是在白小川世上 除了其通天世界的价值外 又多了一层价值 重叠在一起 怕是整个圣皇城内 明面上能动他之人 绝无仅有了 恐怕就算是圣皇 对白小川的顾忌 也要更多一些 这一点 从之前的册封上 就能被众人看出一样 事实也的确如此 方才那一顺 眼看着连棚空了 圣皇的内心 第一个锁定的目标 就是白小川 要不是他认出小乌龟的身份 怕是立刻就要镇压了白小川 实在是 他的忍耐已到了极致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修士 敢在圣皇城做出如此大事 可偏偏小乌龟的来历太大 尤其是传闻中永恒之龟 心甘情愿的在身边的话 可以让修士对于念力的掌握 超出常人所想 对圣皇而言 这一点作用更大 甚至可以说 对于他突破太古 也都有一定程度的推动 以至于圣皇也都心跳加速 惊喜无比 而小乌龟说出的那些话语 其他人因掌握的信息不多 理解也就不一样 可对于圣皇而言 他显然是听出了 这里面的真意 这是白小川的永恒之龟 而永恒之龟一旦认主 短时间就不会改变 哪怕杀了白小川也都没用 反倒会引起永恒之龟的敌意 能让永恒之龟心甘情愿的 留在圣皇城最好的办法就是 获得白小川的同意 在圣皇的眼中 每个人都有其价值 天尊如此 本身也是如此 之前的白小川 因其通天世界的身份 所以价值从某种程度上 与天尊相差无几 可如今 再加上永恒之龟后 白小川的价值之大 已经到了 让圣皇也都极为顾忌的程度 他的这些心思 圣皇城权贵 虽不是完全了解 可也能猜出其吧 此刻也只能无奈 该死的家伙 吃了那么多的天龙鱼 又吃了那么多的莲子 居然还活得好好的 这就是个祸害呀 天龙鱼被他糟蹋了 圣皇城差点被他给毁了 莲子都几乎要空了 他的同眸居然还成了圣规 当初就不该让他留在圣皇城 看着白小川的背影 众人心中憋屈 一个个也都相继离去 很快的 整个广场上 就只剩下一个人 呆呆的站在那里 此人正是那位刘天侯 他此刻不仅仅是郁闷了 而是有些失魂落魄 之前五百大罪掀起的气势 化作的话语 还没等说完 就被圣皇笑声打断 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更是让他彻底傻眼 当年也是这样 这刘天侯身体颤抖 身影萧瑟无比 时间流逝 很快就过去了半个月 莲子风波 在这圣皇城内已经消散 可少去的那些莲子 使得圣皇朝这一次 无人能拍下 此时影响不小 渐渐已扩散至圣皇朝两大仙域内 不过相比于此 圣规的侧风 才是轰动整个圣皇朝的大事 甚至圣皇朝也都震动不已 至于白小春 这半个月里 他也难得的安静下来 一次也没有外出 整日盘袭打坐 吃下一粒粒莲子雨仙丹后 他的修为与日俱增 虽还没有突破成为天尊 可距离已然越来越近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 就连莲子和仙丹 也都渐渐失去了效果 白小春的修为 停顿在大圆满巅峰 四前方有一层看不到的避障 难以冲破 只差一点 白小春有些郁闷 他知道解决的办法 要么就是依靠时间慢慢的消磨避障 渐渐突破 要么就是需要更强猛的仙物 一股作气 轰开避障 与此同时 那备受瞩目的小乌龟 这半个月里可以说是风生水起 圣皇自然不会为难他 只要求每天两个时辰 在圣皇修炼时处于身边 其他的时候不限制小乌龟的进出 而在圣皇城内小乌龟的安全无虞 这就使得小乌龟可以说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哪怕他想吃天龙鱼也无人敢管 至于莲安子就看小乌龟的心情了 他也去找过白小春 对于之前的事情 一人一归简单的沟通后 白小春就一切清晰 心底说不羡慕那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小乌龟每次到来 那乌龟壳都越发明亮 显然是吃得很好 更夸张的是 小乌龟都胖了 哎 真是没办法呀 小春子 你都不知道 我一天多辛苦啊 那么多仙丹 我都吃腻了 可圣皇那个老家伙偏偏要给我 还有那个叫什么陈苏的天尊 也是这样 尤其是古天驹 太过分了 你都不知道啊 他居然给我找了一群母龟 那些母龟也都一个个不要脸 争先恐惑的要给我下蛋 好烦恼啊 哼 小乌龟长叹一声 一副很无奈的样子 可神色内掩饰不住的得意于炫耀 白小春是看得一清二楚 虽然小乌龟每次到来 都会给白小春带不少仙丹之物 可这些对于修为到了半身大圆满的白小春而言 都不足以冲破避障 而能冲破避障的仙物 恐怕就算是在永恒大陆上也都不多 不然的话 圣皇朝也不可能只有四位天尊 看着小乌龟那嘚瑟的样子 白小春想了想后 私下看了看 忽然低声开口 小乌龟 你看那龙鱼能吃 莲子也能吃 吃了后都是大补 那么你说这天尺下的那些莲藕 是不是也能吃啊 莲藕 小乌龟眼睛猛得一两 那玩意儿估计是最大的不要了 白小春赶紧说道 甚至还填了填嘴唇 要不你下去叼一根上来 咱们俩尝尝 小乌龟呼吸微微急促 心底琢磨着 之前只顾着吃莲子 的确没吃过这天尺下的莲藕 于是也心动起来 白小春眼看如此 赶紧的趁热打铁 与小乌龟商量分赃之事 五五不行 九一 小乌龟眼睛一瞪 白小春叹了口气 哎 小乌龟啊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 从血西宗一路到逆河宗 蛮荒乃至永恒大陆 都是我们相依为命 彼此相伴 可以说你就是我的亲人了 你吃几万个莲子 我也没说什么 如今我胸围突破在即 你怎么能忍心 又何必如此呢 是吧 白小春说着说着 眼圈有些发红 动椎已轻 看向小乌龟时 隐隐似有些痛心之意 这话语 这目光 小乌龟还是首次从白小春这里听到看到 他也愣了一下 心中不由的生起感慨与回忆 扮上后 小乌龟长叹了一声 罢了罢了 还是九一 你九 我一 在你没突破前 我不偷吃 小乌龟也觉得有些伤感 说完后 身体一晃 直奔天池而去 眼看着小乌龟走了 白小春眼睛一亮 原来对付这小乌龟 需要用这个办法呀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